各位先敬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產業技術白皮書的介紹 我們這個計畫其實隸屬於經濟部技術處底下的 產業技術政策加值推廣服務計畫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書其實是 彙整了現在國內18個法人單位 包括了公營院資策會 金屬中心、生肌中心 以及食品鎖房之所等等 然後請他們針對2012年及未來5年 他們可能重點目前正在進行的技術 以及未來5年的重點競速研發 然後做一個成果的匯正 因此在這邊可以看到可能未來 台灣目前或是其他法人單位正在推動的研發成果 那首先介紹一下 我們白皮書的架構規範 我們其實是在1995年就由經濟部所發行 技術處所出版 然後每年定期都會發行中文版本 此外呢我們也有自己的專屬網站 我們白皮書的架構主要分成三大區塊 包括了環境篇、產業篇以及客體篇等等 在環境篇裡面又區分了兩大章節 包括了產業研發創新現況與動向 以及產業技術政策願景與方向 在產業篇的部分呢 則是會整了18個法人單位所撰寫的發展規劃 因此我們包括了目標 以及未來5年的發展藍土 以及可能預期的質化以及量化的效益 都會在裡面做一個比較深入的探討 另外呢我們在課題篇的部分呢 也會針對當年度政府所推動 或者是比較關注的熱門產業重點 然後規劃六項議題來做深入的探討 然後首先針對環境篇的部分做介紹 第一個部分呢 我國產業研發創新現況與動向 主要分成三大區塊 包括了第一個 我國研發與創新競爭力的現況 那我首先會從研發與創新經費的投入來做介紹 包括研發的支出總額強度以及比例等等 那我這邊先引用了 我們現在我們在書裡面所引用OECD的數據 包括我們目前研發支出的負荷成長率 其實已經高大了 台灣已經高大百分之9.19 它其實是高於多數國家 像是日本 美國 日本 德國等等 那目前我們國的研發經費的來源呢 其實是以企業部門為主 其次才是政府部門 而企業研發經費呢 大部分都集中在科技製造業 其次才是服務業 那在服務業的部分呢 主要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在服務創新領域 其實還蠻有人道的改善空間的部分 那第二個面向呢 主要是從研究人力資源的投入 那目前我們國研究人力規模呢 其實目前是高達了12.7萬 它叫去年成長了7.20% 那研究人力呢 主要是其中在企業部門 其次才是高等教育 以及政府部門 而其中呢 博士級的研究人員 其實大部分都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門 那其實顯示了 過度其實集中在某一個部門 高屆人力的貢獻跟政策的推廣 其實還蠻有人大的改善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 則是從創新系統內部連結的展現 那我們會先從 研發的資金 以及專利無限這兩個面向來看 那第四個部分呢 則是從創新系統成果的展現來看 我會從科學產出以及專利的部分來看 那目前我們國的專利呢 2011年在美國的發明型專利合作件 其實有8786件 目前是排名第五的 那在整個專利密度件數是376件 目前是位居第一 是超過了美國跟日本這兩個國家 那在第二個章節部分 則是從我國研發創新 與產業結構發展來看 目前我們先從前三百大的產業結構來看 我台灣產業研發的投入觀察 另外呢 也會從企業目前的創新活動概況 包括了創新型態 以及合作 以及專利的保護概況等等 來做一個分析跟比較 第三個區塊呢 則是從我國科技創新競爭力的評評 那這邊引用的主要是從 IMD的觀察數據來看 那目前我們全球競爭力的話 目前是排名第七 那雖然叫2011年下漲的一名 但是從政府效能及基礎建設來看的話 都是有上升的趨勢喔 那第二個章節呢 則是我國產業技術政策願景方向 主要也是分成三大章節 包括了全球產業發展概況與重要趨勢 其中我們會分成三個面向探討 包括了國際概況 兩岸進和 國際重要創新趨勢等等 那麼這邊主要分成整個導向 包括了軟實力以及需求 問題與挑戰等等 那另外一個你會針對我們國的 產業技術發展的願景 從上而下的整個科技計畫 去擬定它的方向與政策 那最後一個部分 才是參考經濟部 產業技術的整個發展的重點的部分 那在產業病的部分呢 這邊主要跟技術出現目前正在推動的重點有關 這邊有南跨的五個大領域 包括了智慧科技 綠能科技 服務創新 製造經濟 民生福祉等等 這五大領域 其中就分成了24個支領域 及85項技術 那在智慧科技領域裡頭呢 主要分成了智慧聯網 中間探討了包括Wimax LTE 以及 智慧安全數位匯流等等 那在優質慢活裡面 就包括了醫療電子 智慧感測網路 以及先進感知平台等等 然後底下又分成了智慧車載 互動顯示 以及包括了目前正在推動的工業基礎技術裡頭 都會包括在各大領域的基礎科技這裡頭 像是高階匯圖與視訊與通訊系統等等 在綠能科技領域裡面部分呢 這包括了智慧電動車 照明顯示 太陽能 先進綠能材料以及基礎科技等等 那這些其實是以目前比較關注的生殖能源 去做一個技術上的探討 那第三個大領域 就是包括了製造經濟領域 中間我們又會細分成像是材料運輸 以及智慧製造機制自動化 以及產業網絡 以及基礎科技等等 那民生福祉領域的涵蓋的重點就比較廣 包括了材畫 紡織 生技 甚至我們也會納入衣材跟食品的關鍵的重點 還有基礎科技 那另外一個最後的服務創新領域 就是比較是以前瞻性的技術為主 因此我們這邊探討的領域 包括了運動服務加值啦 智慧生活科技 以及服務創新領域 以及創新前瞻科技等等 那這幾個五大領域 都是由法人道所撰寫而成的 那最後一個章節部分就是課題片的部分 我這邊先羅列了近三年內我們所探討的重點 在2012年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從組織再造後研發創新體系 這邊是由中紀院所撰稿而成的 那另外部分則是從國家制裁戰略 看如何提升產業競爭力 第三個部分則是從數位匯流去世下 產業技術的機會與挑戰等等 那第四個課題則是探討 2025產業科技前專 另外我們也會南蓋了一些民生福祉的議題 那是我們就請生技術中心來撰寫 從觀光醫療新興服務 看我國生醫產業之契機 那這邊主要是跟觀光跟醫療部分 做一個產業間的串聯的結合 另外我們也請了自社會科法所 針對法治建構的部分去探討 布局跟境外實施管理的部分來做一個探討 那另外從過去的歷年的整個課題編論規劃 也看到像是2011我們就探討了ECFA的部分 以及那個專利的互動推動 以及深耕工業基礎技術 在2011年我們也針對了兩岸大橋的部分 以及科技美學等等 來做一個科專成果的展現等等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目前白皮書的網路版的資訊 我們白皮書有特別的網路網站版 那這個網站的部分主要有幾個大功能 包括了我們目前採取的是免費的會員制 然後目前是有提供全文捲鎖資料庫 然後我另外也依應了行動載具的部分 提供了全本電子書的下載 然後另外也針對國內外活動訊息的發布 這邊有提供大家做介紹 另外我們這個資料庫 其實是從1997年就開始營運了 然後目前涵蓋了到2012 大概近十幾年的中文版的全文資料 另外我們會針對美濟更新ITX研究的產業報告 那我這邊會比較細部的介紹 那目前採取的免費會員制 它其實有幾項會員簽譽跟服務等等 另外我們這邊除了可以讓你免費下載白皮書的資訊之外 我們有依照年度章節跟 就是技術的篇章 讓你做單篇文章的下載 另外我們會依應了目前行動載具的應用 我們提供全本電子數的下載 那提供檔案都是PDF 那因為目前檔案其實會有點到 所以大家下載的時候可以稍微等一下 那另外我們也會 為了豐富我們資料庫內容 我們也提供了ITX 美濟的產業技術報告 這邊涵蓋了產業報告像是紡織啦 石化還有一些金屬元件等等的產業報告都會在裡頭 然後做美濟上的更新 那另外呢我們也針對會員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會上傳以及下載一些重要的活動訊息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加入會員的話 也可以在我們上面 當天大家進行內可能會參與的活動或訊息 都是免費的 那另外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也提供了英文目錄的查詢 然後再還有包括了文章關鍵字的檢索部分 像是我這邊主要介紹 比如說你可以輸入像是雲端的部分 那這邊有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介紹 然後會藍蓋了大概三到五年相關的技術篇章 以及歷年的章片介紹 那另外呢我們會針對的中英文詞 會對照做一個名詞的示意 像是你這邊也可以輸入RFID 然後這邊你會做一個這樣的介紹 然後讓你做鏈接的部分 然後除此之外 網站部分呢 我們也會有自己的社群平台的經營 那這個社群平台之前是比較採取 跟大家可以做一個互動交流的方式 所以我也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然後你有任何的訊息 或是有任何的想要跟我們說的一些建議的話 歡迎在上面做一下推廣這樣子 那另外我們白病書在九月底出版之後呢 我們就會針對全省做一個推廣宣傳的部分 那主要透過DM的部分 那我們今年度的那個巡迴說明會 已經在上個禮拜已經做一個結束 那我們會針對不同的議題做一個規劃 然後邀請講師來做專題介紹之外 我們會針對我們裡面探討的技術項目做一個專題的部分 像是我們今年的規劃的主題 包括了傳統產業網路的部分 然後也包括雲端服務價值 然後以及民生福祉領域的部分 然後都會針對北中南三區做不同的介紹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那我們都是這些會員的參加這些研討會 其實都是免費的資訊這樣子 然後右手這邊就是我們參加過 機場說明會的一些花絮跟紀錄這樣子 那目前白皮書它已經已九月底出版了 然後歡迎大家就是上 我們產業技術白皮書的網站 或者是上經濟部技術處 都可以做一個連結 然後可以連到我們的網站上面來查詢 那目前書籍的販售部分呢 主要是透過網路書店以及各個經銷據點 或是郵政化博的方式可以來販售這樣子 那我們外面擺攤的位置也有提供幾本書籍 可以讓大家做最新翻閱動作 那歡迎大家如果是針對裡面的章子有興趣 或是說你想要做更進一步的資訊的話 我們這邊都可以做一個引介的服務 包括了其實這五大智慧科技 或者是說你針對哪一個特別技術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幫你引進到各個法案單位去 然後他們會為你做比較詳細的介紹 或是做一個媒合的機制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